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这一期我们讲一下这个感情线 那么如果是有困惑可以关注或者私信 我们来看这个感情线越靠近手指的根部 也就是感情线越靠上 这个位置越靠上 像这个越靠上 那么就说明啊 大多数在父母的宠爱中成长 尤其是这个受母亲的影响呵护比较多一些 往往会产生一些依赖或者是恋母情结 所以说这种选择配偶的时候 应该有其母亲的气质或者形象 有点这个妈宝男的感觉 那么其人感情丰富 能够这个体恤配偶 就是说能够站在配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能够体谅他 特别重视家庭生活和家庭和生活的情趣 这个是有一些从小母亲关照比较多的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感情线它靠下 越靠下 那么这个呢 只要是感情线比较清晰 也表示其人感情比较丰富 除了呢 这个为了甚至为了重视家庭生活之外 还能够重义亲亲 就是说对朋友意气更看重一些 但是这个亲事亲情 就这个意思 性格呢 常常是为别人的立身处境设想 能够体谅别人 而且呢 慷慨豪爽 善于应付社交 应酬的一些活动 交游比较广泛 这个感情线发端偏低的人呢 甚至从太阴秋 什么意思呢 太阴秋就甚至已经到了月秋这个位置 就是他甚至到了这个月秋这个位置 这个感情线 这就是很低很低了 那么这个位置呢 表示其人自有缺乏父母的照顾 就缺乏这个父爱或者是母爱 尤其是缺乏父爱或者是父亲方面的教育 感情比较强烈 所以说对待朋友特别的热情 并且呢会因为得到朋友的帮助而成功 大多数是感情比较早熟的这种类型 偏叛逆一点 偏孤僻一点 好了 有关这个感情线的这个位置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后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关注或者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